最近基金大跌 那张坤葛兰这些明星基金经理 在历史上最大的回撤是多少呢 原因又是为什么呢 张坤职业生涯最大回撤32% 葛兰64% 刘克松60% 谢志宇30% 蔡松松46% 大家可以看看这个表 基本上90%明星基金经理 最高的回撤都超过了30% 我们都知道 能当上公布基金经理的 都是外里挑一人中龙凤 哥们别用说那些百亿千亿的明星基金经理了 在全市场2000多个公布基金经理中 能称赞上明星基金经理的 也不到一百人 这些人的投资能力和对于投资的理解 就像金融笔下的张无忌 极大成于一身 可就算是这样 他们有时候也躲不过腰斩的宿命 那他们是怎么亏钱的呢 我们能从中学到什么经验呢 我们先来看看基金经理回撤的例子 母亲从最近最火的张坤说起 张坤厉害的地方 不就不必多说了吧 首个千亿全类基金经理 一方达一哥 但就算是这样子 也扛不住回撤 张坤的最大回撤 是15年的股灾 而且不择时的那种 他认为金字在哪里都会发光 但也正因为这个不太择时的特点 15年股市暴跌的时候 组合净值不可避免的回撤了 第二位谢志宇 90后的星基民可能不认识他 但是年纪稍微大一点的股民 绝对都知道 首个80后投资总研不说 管理的规模 8年收益率700% 年化收益率30% 要知道巴菲特的年化收益率 也才20% 但就是这样一位大佬 竟然跑出了大盘 18年 在中美贸易摩擦 和驱杠杠的双重打击下 大盘跌了整整一年 大盘当时跌了29% 但谢志宇跌了将近31% 为什么会是这样呢 原因是遇到了黑天鹅 谢志宇当年买的是光伏 而由于政府对光伏的补贴越来越大 华贵委突然来了一个急刹车 光伏龙头龙击也直接腰斩 谢志宇的组合也回调了30% 但后来光伏行业又起来了 而去年光伏的喜事 是正儿八经的需求推动 第三位 富有星 金银剑的防守大师 但防守大师也要防不住的时候 15年 他的组合回撤了将近50% 为什么呢 因为他去玩短线了 本来富老师是一个精进的家投资者 但后来牛市 商量炒作小题材 富老师就把组合全商调成了小盘古题材股 结果血温的时候 小盘古不能最多 上用医疗跌了66% 切红之药跌了60% 华语软件跌了58% 第四位 葛兰 实力与颜值并存的医药女神 但是15年也回撤了将近65% 下的原因 除了一位股灾 那位一样也去玩短线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都是当年葛兰的持仓 全部都是当年被爆炒的对象 看到这个跌95% 也很正常了 那我们能从前面几个经营经理的回撤金融中 调到什么呢 第一个 经营经理也无法准确预测市场走势 股市是人性的博弈 人性中又充满了贪赖和恐惧 前段时间 豹端股风盘就是典型的例子 所以巴菲特从来不预测市场 他说 对于未来一年后的股市走势 利率以及经济动态 我们不做任何预测 张峰更是直接说 自己不具备预测市场的能力 实际上 没有人能够准确的预测市场走势 普通人不能 经营经理也不行 第二点 千万不要炒体财股 小药票 从上面的例子 我们就可以看到 坚定的加上投资经营经理 最大回撤都在30%左右 数据也是跑年大盘的 但是如果炒体财股 小药票 回撤都在50%以上 这也是我最近反复强教 不让你们去炒碳中和里面的小药票的原因了 他们现在炒得很火热 但是到爹的那天 天台可能都没有你的地方 想想看 经营经理博弈都不行 你凭什么觉得你一定行呢 最后还是那句话 做时间的朋友 市场会告诉你 谁才是真正的王者 我是能把黑粉为人铁粉 不信给大家关注的是司马 我们下期再见